沖港式奶茶青黃碑記 陳偉聰沖了二十年奶茶 擊敗多位來自著名餐廳的高手贏了 秘訣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先放些茶葉乾焗一陣 逼些茶香出來 再落三分之一湖水再焗 他說其實自己很少喝奶茶 一切都是看心情 我一年都是喝兩杯奶茶 而且喝奶茶喝得多 永遠嘗不到那個味道 是來不喝喝才嘗到那個味道 原本做水巴的他 因為報名參賽 吃了無情雞 這隻千里馬贏了冠軍 會不會馬上有百樂體重呢 拿到公司組金獎的拍檔 是來自洪水橋的大法餐廳 這間細茶檔一杯奶茶賣11元而已 反而賣成68元一杯奶茶的深井鄭基士多 就拿到銅獎 證明便宜、貴、出不出名 都不是最重要 用心才可以沖出美茶的 我不會有所謂的 是來自洪水橋的 好嗎 是來自洪水橋的 和泳水橋的